《真面第31章》第27节 他观察家母并不吃闲饭 你知不知道我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是观察着我自己的儿子一路长大 然后预备了一个星期都没有辞 那个星期应该要跟他说什么呢 我就会跟他谈的 就是说我在这个家庭当中 无论每一样东西 因为我心意更新了 那样东西甚至未需要说之前 神已经先告诉我 我不会说需要说的那些我都更推辞 但我已经帮很多了 过八个了 有些我记得有时候跟他们通宵 就是出来聊 刚刚就聚餐 聊了四个小时就说他教孩子 但翌日我就知道要收工 因为我说的已经迟了做了 他还要推辞 你推到什么时候啊 但当然到我自己教孩子的时候 根本那样东西未到的时候 我已经预先安排定 我知道他多少岁 这个星期 过完这个星期 我下个星期就应该花时间跟他谈 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我很认真地面对恶神 在我的家庭里面我都会这样做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都仍然说 未心意更新 就是做以利 以利的错是什么呢 以利的错就是 尊重人多于尊重神 尊重自己的子女多于尊重神 那就是什么呢 就算是大祭司也不认真对待信仰 不是说大祭司就大了 明白吗 但是大祭就不是了 大祭当然会犯罪 但他起码不会尊重人多于尊重神 所以你要看到他的子女当中出现了 所罗门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 简单来说 以利的两个子不死也没用 即是他们输在起跑线 他们本身是给全以色列人当中 都是最好机会赢在起跑线的 但是 不单止两个子的责任 你要看为什么当日同一日以利都死了 因为父亲也有责任 因为他对信仰是不认真的 如果你认真 你只要有点认真 你对于基督徒和初信的 往事分享 何况对自己的儿子 大问题 就是很多人的家庭 因为他自己负责 所以不是教会能管的 教会只是能够在旁边给一些意见 做不做是由得他 但是很多人说他未生意更新 纯粹在他管家庭当中 你会看到的 举个实际的例子 如果鸭沙龙 你会看到鸭沙龙 大胃的儿子 鸭沙龙 如果鸭沙龙他长大的时候 反骨可以大胃 当然这个错 一定是大胃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因为大胃一定不会教他的儿子反骨 对不对 但是叠分转 如果儿子长大的时候 叶和华的名字 从未听过 我问你 是谁 叶和华的名字 也没有听过 他在以色列 他是大胃的儿子 大家都知道这是大胃的儿子 我只是在说这件事 对不对 以理就是你会看到 无论两个儿子和以理 他两个都是有责任的 但问题就是 我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见到很多管理不定自己家的儿子 就是父母的责任 如果不做 就立即到问题 就会发生 连我儿子都发现 他的爸爸是先知 但我儿子 认识了17年 但我身边有些 认识我超过17年 超过27年 都是不会当我是先知的 我跟他说的话 其实已经迟了 但他还是颇潜众 很多人对 明白吗 因为他根本不当我是先知 连我儿子都发现这件事 就是我跟他说的说话 在那个礼拜跟他说的 只要他迟了 在那个礼拜不做 他就立即 在那个礼拜 或者下个礼拜 在人生当中 就见到我说那样东西 如果他做的话 他知道他一定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一定不会碰钉子 我是在说这样东西 好了 说回一个概念 就是说到为什么我会提到 这些父母 其实真的想他的儿子死 为什么我好像说得这么毒 当然我说他就说毒 但是不觉得他做得毒 为什么呢 因为原因就是说 你真的在信仰认真 你就一定知道 吃果子和结果子的关系 你就会知道 撒童的比喻是真的 你怎么会容许你自己的子女 吃果子 还比外邦人吃过一百倍 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会知道 带一个外邦人回来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开始是吃果子的 但我们会很快的 教他们一定要懂的 基本上简单来说 概念就是认真 因为认真的才叫做 一个好的信心心田 然后他才能够 吃了很多果子 慢慢就将这种子种 种回来 风收出来 他就不会有属灵的债 就像我所说 牧师教你帮你 便免得你有属灵的债 所以跟进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但是问题 你知不知道 我们属灵的第二代 一出生 他已经欠债多个普通人一百倍 一百倍 就是说根本是他不配得 这些身边的哥哥姐姐 更加不要说身边的 原来是属灵领袖 去照顾他 安慰他 帮助他 他配吗 他配吗 在哪里配啊 明白吗 在神眼中是不配的 他OK 所以在神眼中 他给一个初信 欠多一百倍的果子 那你就想一下 父母还要 使得子女 继续欠多一百倍 子女已经欠了 但是父母的匿外 那种对信仰不认真 去到关于自己家里面的时候 已经说 杀种的定律不行的 这一件事不是的 那一件事不需要教 这一件事不需要要求 其实在我自己 我自己的本身是属灵 就是我自己的儿子 我知道他欠了这些果子 但是问题 我小时候已经教他 如何去结果子 当然 无论是 垃圾分一 就是 我小时候 我已经让他 在属灵的果子里 因为我不相信 不劳而获 但是很多父母 他还没心意更新的话 照顾自己家里 让自己的儿子女 在属灵的里面 不劳而获 我就不让 智恩 不劳而获 很小时候 我已经教他 在很多方面 去结果子 既然我说结果子 有什么好得性格 所以很小时候 我就会强调 刺恩 他能够做到 他没有成就的果子 他没有做到成就 但是他有性格的果子 所以我会要求他 结出性格的果子 现在老长大的时候 我就要他在出色方面 做一件事都要很出色 他要结出果子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 他怎样对得住 在身边照顾他的属灵领袖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其实是在这个属灵的田上 吃了果子 你迟早都要收回 因为我儿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家对他照顾 但是他拿回来 去观察身边的人的优点 观察身边的人所做的事 不明白就问我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长大到17岁的时候 他不是可以结出性格的果子 但同样 亦因为这么多人照顾他 所以他懂得用这些时间 去努力 去成为一个 很出色的基督徒 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见证神 真面第三十一章 第二十七节 他观察家母 并不吃闲饭 优优独播放 愿我要撇起心中 愿他换上歌唱 莫要艰苦在上 我乐见 愿重赞思终 愿我将光荫 真心欣赏 顺床烈怀 天真发露 细细光影照 随条心中有闻 让我一生 像枝万 天真情 情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